- 财经起床号 哈喽 大家好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起床号 我是沈云聪 今天来帮奉心代班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是造白超客 这个是陈维泰的时间 终于财富分析陈维泰 接下来为大家来台股盘前解析 嗯 好 云聪哥好 大家早安 当然我看到昨天的一个美国股市 它是出现了开低往上走高 刚刚云聪大哥也提到 哇 这个政府可以创下 这个历史上面的一个记录 那开低走高基本上在昨天 会有很多人会解读成 就是所谓的一个利空出境 利空出境 因为整个这个CPI的年增率 8.2% 就是高于原本大家所预期的8.1% 那早盘是出现这个开低 不过呢这个中盘过后 马上就出现这个上涨跟反红 所以在对应到昨天的一个 美国股市的一个角度来看 我认为今天台北股市 也是有机会去做一个止跌 那么第二个支持我认为说 今天会有止跌原因的 就是在昨天的融资跟融卷的一个变化 我们看到昨天在整个这个集中市场 融资余额的部分 昨天一天就减少了53.65亿 让整个的这个市场的融资余额 来到1703亿 这个从1800亿到1700亿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减幅 也不过就是从9月27号 到昨天10月13号为止 就这么短短的两个礼拜时间 融资就减掉了超过100亿 所以昨天的这个这个53亿 又占了这个将近100亿里面的50% 所以昨天那个单日的减幅 算是非常非常的大 那除了这个集中市场之外呢 我们看到在贵买市场的部分 昨天贵买市场的融资 也减少了24.6亿 使得整个这个贵买市场 它的一个融资余额来到了是553.8亿 这个也算是在近期以来 我们看到这个单日减少相对比较大的 因为前一次的一个超过20亿的一个 这个单日的一个减少 是在9月26号 也差不多就在两个礼拜之前 嗯哼 所以其实在这两个礼拜 还是非常煎熬的一个时间点 因为这边在跌的一些个股 其实不完全是基本面差的股票 嗯哼就是冤死的 真的啊 我们刚讲美股啊 其实美股到这种连跌六天 是的 对 所以这一波有好股票在跌 坏股票也在跌 然后呢低档股在跌 高档股也补跌 所以这个是在这两天 我们看到就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发生情况 可是这种这种盘面上面的一个架构 基本上我认为是不利短线 但是有利于中长线 嗯哼为什么 因为其实本来这个行情 它就是高低档位接相差的比较大 嗯哼 OK那常常会在低档个股做反弹的时候 高档的个股就做拉回 嗯然后这一来一往的一个力道 就互相做了一个抵消 嗯哼所以使得 在过去这一个修正过程当中 有点是让人家觉得是在盘跌的一个味道 嗯哼一直到最从 呃这个9月份 然后这个到10月份 这个你这个月份呢 才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跌势的一个加速 OK 那所以我我想在这边 第一个我是可以建议大家 如果你手上的一个持股 是你长期以来的一个核心持股 那我相信它一定是属于这种基欧股 嗯哼投资品有可能是筛选筛选 筛选再筛选之后 硕果仅存 你决定要长期持有的这些好股票的话 我觉得暂时不要去做一个 卖出跟杀地的动作 但如果说你手中还有一些资金的话 对于这些你长期以来看好的一个公司跟标的 我反而会建议开始去慢慢的去做一个布局 嗯哼 因为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这种所谓中长线底部的一个几个特征 大概就是第一个 市场的气氛相对比较恐慌 嗯哼 昨天基本上盘中看到琵琶琶琶 的一个沙盘卖下来 而且又看到是属于这种电头市场的一个跌幅又比较重 看得出来是内置的筹码在做松动 嗯哼 而且很可能是属于中长线的筹码在做松动 那通常这种这种这种 呃中长线的筹码在松动 通常很容易就会造成就是 行情或者是各股的股价的一个超跌 然后第二个中长线底部的特征 也伴随就是融资予的快速的减肥 融资予的减肥之后 那么筹码就会相对比较轻比较干净 那接下来的就有比较好的一个足底的一个机会 但是也不是叫大家随便买啊 哦呃如果说就 如果说就这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哎这个呃这个 手中的中长线的持股 如果说现在你觉得哎他真的 跌到一个你觉得按照你过往的经验来去 分析跟评估他真的已经超跌的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去做一个做一个布局的动作 OK 那如果说是 你还不知道买什么 或者是你觉得你手你手你这个呃 过去也没有什么核心持股 在这边去做一个在做一个长期的操作的话 那我反倒就认为说那 就短线上面的操作来看呢 其实我会认为说哎 那既然这一个礼拜 嗯嗯嗯 我们看到融资余额是出现比较明显的一个减少的话 那不妨就从就是这个礼拜啊 不管是从礼拜一或从上个礼拜五开始 呃一些就是融资余额大幅度减肥的这些个股 嗯他比较容易会出现跌升性的反弹 OK这个是我对目前来讲整个大盘的一个看法 其实昨天晚上的美股也有类似你刚讲的这个情况啊 嗯他为什么在上半场中错了之后 下半场突然在往上拉 是就是因为市场就发现那些做短线的 嗯呃因为刚刚讲的这个劳工部的就业数字出现 出现了恐慌性反正大家觉得完蛋了赶快卖 就卖完之后呢 比较是中场期布局的人就发现哎你们这些家伙跑掉了 嗯你们超卖了 啊发现了进场的买点是 所以整个系统又在启动 所以啪啪啪啪啪啪大家就抢买 就把它买上 对好 那很多人都说這只是一个强短性的一个买盘嘛 对不对那可能明后天啊可能就结束 就像放烟火一样 嗯嗯 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我也不能够说不是 可是至少要让大家知道它背后的函音是 第一个 刚刚沈大哥有提到 这些短线上面的一个筹码 在那边去做一个清洗服务动作 第二个事情是 我在抄底之前 基本上我们都会去判断说 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真的就抄跌了 所以当越多人就经常做抄底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有越多的人认为 这个价格抄底是安全的 OK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说在整个这个趋势 从这个空头转为多头 这个过渡期间 很容易发生的现象 所以刚才为这个听陈大哥在分析 就是说当这个行情 在低档出现这种 上中下起波动的时候 往往就是在做一个筹码的一个换手 那有利于就是这个 接下来的一个打底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一个潮流 回到刚刚的一个主軸 就是手中有一些好股票的 讲直白话 我觉得台积链是好股票 对我剩下要问你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会问 台积链 跌到了跌破了400 那接下来是不是一个好的 继续的加码的时机 对我们看到昨天 这个台积链它是跌破了400 但是在整个这个 外资的部分很有趣 昨天外资针对台积链卖超 其实并没有卖的非常的多 台积链针对台积链卖超 昨天只有一千四百五十九张 对它不是卖的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觉得昨天台积链就有一点点就是要去做这个止跌的味道 那么昨天法说 其实就来看算是中性 因为大家都已经之前就传过了 就是说它的资本次数可能会下调 然后呢它的第三届获利数字也会不错 那基本上这个都是 那比较让人家意外就是说 刚刚有提到就是 美国针对台积链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放行 延长一年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好像比较大家之前没有去谈到的部分 所以在综合来讲 我觉得第一个它已经跌破了这个四百块钱 然后呢它在整体的一个这个 呃本一笔来讲目前来讲已经掉到十五倍以下了 嗯嗯嗯 所以这种个股又是属于这种 在产业地位当中具有非常 具有指标地位的一个个股 嗯 所以我觉得这边也算是好股票 所以如果说哎 呃手中还有的 我是不建议再去做杀敌 但如果说你想要去中长前布局的投资票 我这边可以去开始慢慢去做一个考虑 嗯嗯 其实刚刚威太讲的台积电的一个事情啊 因为我们都知道中美贸易战 美国上个礼拜祭出了这个更严格的措施啊 列出一堆的黑名单 所以美国这些高科技厂商 很多东西都不能再卖给大陆了 包括三星啊台积电照理说是受到影响的 可是也因为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是所以呃 昨天不只是台积电 还有韩国的三星 对他也获得了为期一年的 的这个豁免 让他们可以在未来这段时间继续的 呃外销一些半导体的产品给中国大陆 对 所以这个事件 再加上昨天的台积电法说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 未来会减少他的资本支出 然后对于接下来的半导体 以及他接下来下游的厂商 我记得中间要提到 嗯下游厂商的库存的问题 是所以这些其实也都是大家对他未来 虽然觉得长期来说好公司没错 可是看起来接下来这一年好像不太乐观 即便是有这个美国的豁免的消息传说来 嗯好我的看法是这样 如果从整个产业面来讲哦 中美的一个科技战对台湾到底有没有帮助 嗯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利大于弊啦 嗯因为其实这一次我 我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 他不仅仅是让整个就是销售到中国的这个设备 呃喊咖嗯他甚至把就是中国工作的外籍人士 美籍人士都把它调开 嗯像中那个长江存储 我刚刚要跳新闻 长江存储也就是这样子一个例子好 但是美国人不可以帮中国对来生产高科技半导体 对因为美国现在很想要自己扶植自己的半导体产业 就把人调回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英国关系 嗯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间接就是压抑 就是接下来就是中国半导体的一个这个 所谓的一个追赶在对台湾的部分 OK所以我认为说即便是呃韩国或者是这个三星啊等 他们是获得一年的一个豁免权啊等等 但是我觉得以记忆体来讲 我们讲就讲记忆体好了 记忆体其实目前呢两大阵营嘛 就是美光阵营然后三星哈利斯阵营 嗯那现在看起来其实我们台湾 基本上是跟美光靠在一起的 嗯所以如果说哎我觉得呃记忆体的部分 在这个所谓的故事跟消息的一个背后 嗯或许没有马上的可以享受到这个所谓的一个 转单的效益 嗯不过就中长线的从产业面的一个角度去看 这其实是对我们台湾的记忆体的结构 嗯这个竞争力是有提升的 嗯那除了记忆体之外 当然其实呃我们看到面板 其实在最近也是有相对抗叠的表现 嗯我觉得这两个族群 都是目前我认为的资金避风港 嗯太好了 我们先休息啊先想要广告哦 就接下来再请微泰来帮大家谈谈面板啊 等等其他的产业 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波的中英贸易战 他其实受影响的是一整大块的 他不是只有半导体 你看像什么AMD啦 沟通 Intel Apple 呃回答啦 Apple material等等啊 其实都有受到影响了 我们是喜欢的 欢迎继续收听财经起床号 我是沈宇聪 今天来帮奉兴代班了 我们现场是跟 重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啊一起来聊聊这个接下来台股的盘前分析 来维泰接下来 嗯好呃刚讲到就是两个如果说现在啊想要去做布局的投资人可以这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方向哦 第一个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融资大幅度减肥的一个个股 那我就统计了这个礼拜到昨天为止融资减肥的一个张数比较多的一个个股 嗯那从这个盘来看我简单跟大家就是口头的报告一下 在电子股里面呢有联电 威胜 药华 还有新兴电 然后新唐 新胜利 富顶 一粒电 然后像是中砂加联益等等这都是在 呃昨天跟到一半一为一半二为止的这个所谓短线上面融资减肥幅度比较大的一些个股 那穿餐股里面昨天减少第一名就是华航 嗯 会有华航 还有华兴 荣钢 商药 中天 中石化 阳明 还有长隆行 还有像是提威西 东洋 万海等等 OK 所以从刚刚的这个就是减肥幅度比较多的这些的一个个股来看 你可以发现到 大致上就是集中在电子跟传产 反而没有金融 嗯 嗯 对就是说昨天的这个这个礼拜杀盘 其实金融股算是没有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呃 筹码松动现象 嗯 为什么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之前在上两个月已经杀过了 哈哈哈哈 在富邦金跟国泰金当时爆发那个所谓的一个受险禁止危机的时候 大家其实对于金融股是非常非常的感冒的 嗯 所以其实他已经杀过一波的 嗯 OK 所以其实金融股换好的方向想是说他的筹码其实相对比较干净 嗯 OK 那那或许金融股就变成说是呃 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他的整个这个筹码比较干净情况之下呢 那或许他比较有机会领先去做个主题 OK 这个是在金融股的部分 好 那回到刚刚的这个电子跟传产部分呢 我们看到在电子股里面哦 其实在呃 这么多刚刚所跟大家报告的这些个股里面 其实还是没有跳脱就是所谓半导体族群的部分 嗯 包括像是联电啊 包括像是新唐啊 这些都是属于半导体相关的一个个股 好像威胜 那威胜这边当然他是高档的补叠啊 这个我就不敢叫大家贸然去做个承接 但是如果说像是联电这种 呃 中长线中长线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呃 40块钱以下的这个价格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具有这个 呃这个 呃投资的价值 那除了这个融资大减的之外呢 我们可以发现到 事实上在呃 他在整个借券卖出余额的部分 也是在国内 哦算是排名第一名的 换句话说如果说接下来 诶这个法人要去做一个就是回补 他当初卖出去的这个借券的部分的话 嗯 他的一个回补力道可能也是最大的 OK 这个是在电子股的联电 那另外来讲一些所谓的一个呃 好 而且设计股啦包括像是什么的副顶啊 这些都是属于波段跌幅比较深的 好 这边其实也可以特别去做留意 好 好 传产股的族群性其实比就是电子股来的还要明显 嗯哼 因为传产股刚刚讲这么多传产股 其实有很多都是属于就是航运 航运类的 对 有天上飞的像华航 嗯哼 还有像这个长龙航 那这个 对对对 那航空类当然就是刚刚我们也有提到 就是说 哎他可能有点就是利多实现 因为我们开国门嘛 900多天的一个就是紧闭国门 现在终于打解放打开了 那反而在股价上 因为之前都已经领先做反应了 嗯 那现在呢这个 开国门的利多消息实现之后 就出现了利多实现的一个慢压 好 那所以华航跟长航这边 我个人认为 但基本面应该不会更差了 但是我觉得就整个短线上面的一个结构来看 他其实短线在慢压会比较重 嗯我暂时就比较不建议 那么至于说在海海上面开的 嗯嗯 包括像是阳明啊 万海啊 这个 这个都是昨天其实 呃都是有提到的 那 我觉得长线来看这边其实有点 其实你看万海跟阳明 尤其是为阳明 他在这边其实这波下跌 虽然说融资有去做减少 可是股价其实并没有再去 跌破前一次的一个低点 嗯嗯 然后万海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况 然后顺便也看一下2603的一个长龙 长龙其实这边他减资完 重新挂牌之后 虽然说也不过下跌 但是他目前的股价也还守在之前 这个下回撤的一个低点之上 哦所以我想在整个这个 呃货柜山雄的一个部分 我个人认为说 其实现阶段的一个操作者 其实也真的不需要再去做一个 就是卖潮的一个动作 嗯 OK 那还有少部分 就之前已经跌了比较深的电子股 例如说像新兴电 新兴电 呃他是属ABF载板 的一个算是龙头指标啦 那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在 新兴电跟景硕跟南电 ABF载板三雄 他们在9月份的营收 都是创下新高的 OK所以 这就让人觉得这有点就是 基本面跟股价 有点点所谓的背道而驰 那基本面跟股价背道而驰的原因 当然其实就跟另外一个有关系的 就是筹码面 嗯 筹码面 那我们看到筹码面的部分 像昨天的新兴呢 他的一个融资 就是出现了一个减少的一个情形 减少了2217张 那这一路下来 事实上从8月底 9月初开始 他融资源开始做减少 那这就是比较是符合 就是这个筹码 逐渐去进行沉淀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觉得像这种 就是像新兴电这一类的 就是他 其实基本面还不错 然后那股价呢 也跌深 但是呢 现在最后他做一个筹码面的调整 调整完之后 他就有一个投资的机会了 嗯嗯嗯 那你怎么看 总体经济数据 呃 比方说 接下来的通膨 接下来央行的利率政策 是 可能在未来这几个月 对你刚刚讲的这个筹码面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好 呃 其实我 我对昨天的这个CPI公告数据来看 我个人其实觉得还好 嗯 因为我我看的是整个趋势 我们并不会看就是整个的这个 单月的一个表现 嗯 我们看到趋势所呈现出来的事实就是 CPI年整理没有再新高 嗯哼 他这边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 他是控制住了 嗯 但是这是我的看法 那在你没有再创新高情况之下 我觉得现在 零准会应该不至于再加大 他们的一个升息的一个力道 很可能就会维持之前他们在 几次的会议当中所提到就是 就未来的两次升息就是 就是5码 然后11月可能就升息3码 然后接下来会降到2码 那如果说跳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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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息的事情来看 我真的觉得美国真的是 降息也是他 然后升息也是他 难道这次物价通膨跟之前的这个 货币宽松没有关系吗 嗯 我觉得这个一定有一定有他的一个 本质上面的一个影响性 那只不过刚好碰到就是 俄乌战争 碰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外在事件 这些导火线的一个引爆 所以导致好像好像错都错在这个 呃普丁啊或者其他的国家 我觉得这样是 这样的这样子的一个歸纳 我个人就觉得比较不好 比较不客观 哦因为事实上真的 呃这个这个这个货币啊 这宽松其实从最早的这个 这个从布兰基的那个年代 就在做这个所谓的货币宽松 真正做做QE 做到现在 所以其实有一大部分我个人觉得 其实美国应该要负责任 应该负责任 但是其实这一次的货币政策来看 反而是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负了非常大的责任 包括像亚洲国家 有非常多的国家 它的一个通货膨胀率都非常非常的高 嗯 还有一些就是开发中国家 他们得承担非常多的一个这个 这个高通膨 甚至失业率很高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 不太好的一种要求 因为我会问这个问题 是你看 因为我看到像美国的情况 你看像 我们刚刚讲主要都是航运类国 其实航运类国接下来 你看包括整个供应链 你看传奇各方面的安排 预估明年三月就可以有效的去舒缓 是的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未来可能的总体经济 太棒了 影响物价的变数 意思是说 这个通膨 现在大家都很紧张 可是未来 比方说 供应链稍微顺畅了之后 是 再来第二个 预估战争如果 如果它有个戏剧性的逆转跟变化的话 是 能源物价跟供应都会有一些变化 是的 它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对 就是它可能最坏的状态就是这样子 其实也不太容易会出现更更剧烈的一个 所谓的恶化的一个情况 但是 额 在我们以前在 在学习总经的情况来讲 我觉得货币政策它的一个使用 它会有一个延迟的效益 可能延迟半年或是 甚至半年以上的时间 所以我倒觉得 这边其实真的不太需要再 再更进一步的所谓的去做一个 紧收货币的政策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 为大家来做这个今天的台股开盘解析 因为今天我想大家都很期待 看看台股开盘会有什么变化 因为毕竟昨天晚上的美股 这么的戏剧化 那昨天美股的大涨800点 会对今天的台股 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大家 会觉得那是一种利空出镜呢 还是不太敢出手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维泰 好谢谢大家